安播足球快信 2021年8月11日 马毛有力双杀格拉斯哥流浪 星期三凌晨 欧冠联第四圈次回合全面打响 其中格拉斯哥流浪 将对阵马毛 双方首回合交锋中后者 二二比一占得先机 回到国内联赛后 格拉斯哥流浪又继续输波延续褶势 状态低迷的格拉斯哥流浪 今仗次回合复仇无望 格拉斯哥流浪上季 在借拉特的调教下 强势力压赛鲁迪拿了苏超冠军 尤其值得清道的是 32胜6和的联赛不败战绩 令他们抛离次值25分 不过在强势奪得联赛冠军后 新赛季的格拉斯哥流浪 开始展现出疲态 尽管五场热新赛 拿到两胜两和一负的尚可成绩 但联赛开启后 同欧贯联同时进行会 令他们有点手足无措 第四圈首回合面对经验丰富的马模 格拉斯哥流浪在下半场五分钟内 就被连入两球打击士气 最终虽然凭着史提勋戴维斯 在最后时刻的入球挽回一点希望 但球队依然要接受输波的事实 回到联赛的格拉斯哥流浪 显然对手回合的失败耿耿于怀 无心乱战的他们 令比一输比上季排名没留的登地联 近期走势急转直下的格拉斯哥流浪 次回合前景更加渺茫 马模是瑞典超豪门 他们过去几个赛季 多次赢到联赛冠军 优战经验丰富 作为瑞典超位缅冠军 他们今个赛季依然踢出出色状态 目前排名前列 即使球队近期多次面临一周双赛的考验 马模仍然保持不错的竞技状态 连续九场各项赛事保持不败 在瑞典超和欧冠联中齐投并进 马模之前欧半联的两圈外围赛顺利晋级 虽然优势并不明显 两圈都仅仅正胜对手一个球 但这样的实位的踢法 在双线作战的他们眼中 就是巨大的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 新加盟的赛尔维亚前锋 比亚文斯池已经成为球队主力得分手之一 他在联赛中已经拿到六个入球 并且在最近两场欧冠联中都有贡献入球 今仗他将继续冲击格拉斯哥流浪的后防线 今次面对惨租各项赛 是两连败的格拉斯哥流浪 马模海旋在职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